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 我去 你 谁 咱们 抱紧 哎 控制报警 为啥呀 广财先丢人 那要啥丢人的 来来来来 散开一下啊 别了 想的太多了 那个 把这两块坏掉的玻璃给换上啊 梁准备 你咋来了 不知道 广 广财 梁准 我们的三三哥 梁准 再来三爷了啊 锁耳下得够呛吗 锁耳下得够呛吗 锁耳下得够呛呛 人伤伤没有啊 没有 没有 报警吗 报啥警啊 不啥大事 都太惹的 想说什么耳 那个我说两句啊 安宁 安宁啊 如果邻里之间有什么矛盾 绝不能用这种下散烂的手段 知道吗 广财说不报警了 不等于村委会不追究了 是 是 如果谁知道或谁提供线索 村委会会有奖励的 积极提供线索啊 那你们凉玻璃吧 凉 凉玻璃吧 过 过去 带手机都拿出来 来 手 手机拿出来 来来来 拍 拍 拍一下 来来来 拍 拍 拍 不是 不是拍我 拍拍换玻璃 拍玻璃 把村委会做好事 拍下来发朋友圈 好不 拍什么拍呀 什么好事啊 不是 二哥 不是说给咱村委会脸上贴金 我就想告诉那砸玻璃 不管把玻璃砸成啥样 村委会都会换好的 砸也没有用 是这个意思啊 对 拍 拍好了发朋友圈啊 那行了 这一会儿过来就安上了 好 行了 大伙都散了吧 你 你俩赶 让我们过了过里 赶 赶紧踩吧 赶紧 赶紧 赶紧踩 赶紧踩过来 赶紧踩过来啊 抓你安上啊 对对对 行 你回去吧 回去一会儿就过来安上了 对对 好 行了 你这个 上好 这是 来来来来 循逻我觉得你眼睛尖一点 新花 新花 秀儿 你再来了 听说你家玻璃被砸了 这不嘛 咋那么缺德呢 新花 我过来给你提供点线索 啥线索 有人昨天晚上在村东头 半夜 看见梁广发的外甥吗 谁 就是在城里 给牛大爪子 当保安那个三驢子 他不是在城里吗 他是在城里 昨天晚上人家回来了 对了 昨天晚上 你听不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 我听到玻璃碎了以后 有磨头车声 那就对了 这事准时他干的 八九不离十 我明白了 这是梁广发指使的呀 新花 是这样 你呢心里有数就行了 可千万别把我给卖出去啊 我那么傻呀 我还能告诉是你跟我说的 那我回去了啊 好 你放心 走了 慢点啊 好嘞 广彩 广彩 来啊 走 咱去串个门去 吃哪门饭都好了 回来再吃 吃哪门饭去 花儿啊 爸 花儿 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呢 你去不去 我不去 不是 花儿 我求你了 花儿 你别去了 玻璃都安完了 你还干啥呀 你不去 我自己去 不是 花儿 你干啥玩意 我求你了行不 你不去 你回去 这一天天 我算扶你 妈 这咸蛋有点咸 这一天净身 咸得大肚子 快吃吧 我去 大哥 小花来了 是不是呢 老叔老水来了 再茶 我给你 我给你求凳子 好 好 不用 不用 那茶 老水 坐坐坐 小花坐 小花 怎么了 锅里倒了 完了 好了 好了 这不特地来感谢你来了吗 感谢啥 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 对 是 这都是一家人 总不能憋着坏心眼子 坏人呢 是不是 那可不是咋的 这一天没事就想着坏人呢 根本就不是人 都不够那人家两笔 老叔老师 那个 吃饭 吃饭 不吃了 你老叔在家都做好了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不吃这回吧 那咱们走 走啥呀 二哥 我来就想告诉你 砸我家玻璃 那人你不用查了 我知道谁了 你知道谁了 谁啊 那人就你这个 踢个平头 骑个破摩托 听说呀 还是咱村谁家亲戚呢 怎么呢 就咱们村 有人看到了呗 没看见我能说呀 二哥 我这么一说 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了吧 你这么一说我倒糊涂了 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是谁呀 跟我打假谜是不是 二哥 二哥 我这人脾气你也知道 有啥说啥 我来呢 就想让你提醒他一下 以后啊 这种确定的事少做了 有什么他冲着我直接来 是 是 太损了 简直干得就不人事 汪辰啊 你也有个臭膜病 就院六凤 是吧 这一辈子六不明白 不是啊 你不是还是我不是啊 李千花你什么意思 让我传话 不告诉我是谁 什么意思 不能传话啊 那不能传话这事 你就自己行一行吧 广财 走回家吃饭 走 我李千花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也是不来了 你把话说清楚了 老师 该说的 老叔 老婶 差来啊 鬼吧去 老师 广财 那李千花说的到底是谁呀 我知道谁呀 吃饭等来 这个天天 吃饭就吃饭 儿子 吃饭 李千花加玻璃被砸 是不是你指使我外众 三驢子干的 二哥 不是我 静凉 我知道你对二哥好 但是不能这么干 是吧 你让三驢子去砸玻璃 那是我外众 李千花今天早上到我家去了 发发发发一顿说 指丧骂坏 他就认定 是我指使人干的 二哥 三驢子砸玻璃这事 绝对不是我指使干的 那谁指使的 牛大爪子指使干的 二哥 牛大爪子指使他干的 我 我跟牛大爪子 跟三牛子都打电话来着 他俩关机找不着人 这个牛大爪子 净干一些下沙烂乱的事 我 回头我找他 行 那那个 今天项玻璃花多少钱 没 没花多少钱 别走测水账了 这钱我出 这 合 合适吗这 怎么不合适啊 行行行 你消气 消气啊 这个事情得分两个看 为什么牛大爪子 让三驢子把他家玻璃给砸了 不就是因为千辛矿 被疯了 他心里有气吗 二哥 你心里一点气都没有吗 但是我觉得呢 这是两回事就了 李建娃是这样 首先他是我兄弟媳妇 我了解他 当年考大学 要不是因为家里困难 那就上大学了 那不是今天这样 你是轻上高 他是智上高 你们 你们弄得现在我 我这血压高了 我 这 我知道了 知道吧 明白明白 你消消气 消消气 光消气也不行啊 你这 咱再想想看 下一步怎么弄吧 拨立蛋 才 hablar 送到手 外面 房源来啦 完了 你咋这么咸呐 过来看看你呗 来来坐坐坐 你还拿米 你还拿米 快坐坐坐 好好好 哎呀 怎么样啊 最近 犯不犯病啊 没有 那个谁呀 广财媳妇给我整点药 你别说 还挺好使呢 那广财媳妇过来看你来了 她两口子总来呀 夹这个米呀 面啥的 总给我拿 你看 你又哪来的 行 来看看你不应该吗 你说这老年公寓呀 我还早点把她建起来 你们这些老年人呢 就不用遭这个罪了 那咱村老年公寓一下马了 不是 是暂停 暂停 为什么暂停 这个来钱的道啊 让人给断了嘛 来钱道谁给断了 广财媳妇嘛 李仙花 不是 李仙花她没事 她统政啊干什么啊 就是啊 不是咋的 就是因为那污染哪 我跟你讲啊 污染多少有点 但是污染可以治理嘛 是吧 一边治理污染 一边开矿 这两者并不矛盾啊 对啊 咱们村一府这么好的矿 李仙花给弄挺了 太可惜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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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呢 我觉得 你们应该 没事找她说道说道 你说我们村里人 找她吧 几个干部跟她谈话 感觉的好像拿领导干部压她 是吧 你们说话的角度和力度 就不一样了 不是 我们找李仙花说道说道 对 对 我们找她就 走 李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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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仙花在家吗 走 走 这七爷爷八爷爷 七奶奶八奶奶 怎么有空来我家串门啊 哦 我们今天可不是串门来了啊 那这是干啥来了 讲理来了 你 为啥把村里千辛矿给整停了 是不是 对 就是了 拿黄了 咋是我把千辛矿给整停了呢 你把村里千辛矿给整停了 村里来千辛矿你给堵死了 村里没有钱 搁啥建老年公寓呀 我李仙花有这本事啊 说把矿整黄就整黄 那人家矿是国家的 说停也得国家停 是不是 你说你们这都听谁说的呀 李仙花 你今天说啥都没用 你也五百年来劲道给疏通了 五百年老年公寓羡慕建起来 我们这些老官的羊子 是上你家住去 对呀 对 你干啥干啥呀这是呀 你们这一些老头老太太 一老脉老欺负人 都欺负人家里来了 不是叫大美人 有理啥事啊 这这这这这一事 咱们就没我事啊 叔 你们这么做不对 咱有事说事有理咱说理 你们这么瞎折腾 能解决问题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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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财媳妇 能让我说句话吗 行 广路大哥你说 那广发 他老说他 你整他 你到底是怎么整他呢 大家伙都看着呢 那梁广发是村主人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能整得了他吗 要整也是他整我 你们说对不对呀 你说这话不对呀 你说你整不了他 那咱们这矿怎么给疯了呢 咱们天马河的水呢 污不污染 我李贤花说得不算 梁广发也说得不算 那千辛逛关不关停 我李贤花说得更不算 那是一件领导决定的 咱们再说这个养老公寓 当时是我提议 建的这个养老公寓 对不对 你们都在场 对不对 对 现在几年过去了 梁广发把这老年公寓 建出来了吗 连个影子都没有 连个影子都没有 你们现在反过来 说我把老年公寓给整黄了 你们觉得你们说得过去吗 所以啊 你们今天走错门了 找错人了 你们要找啊 去找梁主任 这事跟我没关系 那我们回来来找你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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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七七七男的怎么个事啊 不是不是 刚才你来得正好 我们来啊 就是跟你媳妇儿 我们讨个说法 讲理来了 讲 讲什么理啊 讲啥理啊 你媳妇儿 把村里这个千辛矿 给整停了 整黄了 我们不找他找财 哎呀妈 您可别闹了啊 你都这么大岁了 你说哎呀妈 你说这有三三两短的 我们可大家不急啊 那个七奶奶呀 七爷八爷八奶 还有我大哥 我求你们 你们都回去行不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那啥啊 李清花 今天你要不给个 正确说法 那我们就不走了 对 就不走 那就行了 我就不走了 走 你们都是我亲爹 我求你们 跟他们跪下行不 起来 有没有出现你个大老爷儿们 你带谁跪谁 七爷爷七奶奶 八爷爷八奶奶 各位老人们 我李清花尊敬你们 我好言好语 把这些情况 都跟你们说清楚了 其实你们心里 比谁都明白 咱们天马河的水药 是不被污染 为什么那么多人家 买矿泉水喝 咱们天马河的水药不被污染 为啥吃了死鱼 中毒住院 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你们今天呢 要是来我李清花家做客 我双手欢迎 如果你们是受人指使 来我这儿胡搅蛮缠 那请你回去告诉他 让他有啥招尽管使 我李清花封陪到底 网财媳妇啊 说得也有道理 要我看见 咱大伙散了 行吗 散了散了 那老年公寓的事咋办呢 对呀 对呀 喂 那个 听我说几句啊 今天咱们就这么的 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对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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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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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 没个说法不行 慢点走啊 如果嘴心还来 他得有说法啊 没说的算找去去啊 是不是啊 咱们就指那里面养老姑娘 对 慢点走啊 多回去吧 那都在这儿 那好啊 这到这儿来了 是吧 二哥 你不知道啊 刚才 气胖 蒋妹妹 把李仙花基本上团团围住 大伙是不是经过一番百事实 讲道理之后 李仙花现在是牙口无言吗 拿了 拿了 拿什么牙口 我觉着 广财媳妇说得有道理 她说什么就有道理了 千辛话 观不观 停不停的 不是她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就是啊 她能说了算吗 不是 但是你们到我这儿来是 建老年公寓啊 你 你当初答应了 现在没钱不盖了 你自己拿钱也得盖 我明白 你们不就到我这儿来讨个说法吗 对啊 对啊 那我告诉你们 建老年公寓得需要钱吧 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千辛矿挣钱了 我们才能建老年公寓 现在这个千辛矿呢 被李仙花给鼓到停了 你们不去找她 找我这对吗 广发呀 我跟你说呀 咱们得千辛矿了 要从那时候开始做计划 开始抽钱 我们老年公寓啊 早都建成了 对啊 是吗 咱们村每年花销有多大 你们知道吗 每年每家每户都得分红吧 村里的绿化建设 基础设施的维护 无保护的照顾 孩子们的奖勋金等等等等 这些不得需要花一钱吗 是 我当会计都知道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七爷七奶 八爷八奶 我呢 是你们看了长大的 我能够为你们着想吗 现在我就告诉你们 这个老年公寓要建 不仅要建 而且马上建 狗发 老大 真的 你说话算不算话 这样 如果你们相信我 各回各家 不相信的话 咱们到我家 我请你们吃饭 咱们边吃边聊 你们看怎么样 好了 老大 好了 谢谢你 你既然这么说了吧 咱们大家就相信他 咱们回去等着 建老年公寓 咱们大伙来享福吧 对 好 这会儿我们就信你一回 我们回去了啊 好好好 咱们回家等他给咱见 等一会儿老一家慢走 就等你消息 慢走慢走慢走 新的 来 二哥 你说马上就盖老年公寓 拿啥盖呀 拿你盖 啥意思啊这是 你怎么跟他们交代的 怎么都跑我这儿来了 我给他们交代挺好的啊 这叫挺好的 我真 要不然他们能去李鲜花家吗 谁知道李鲜花最后给他们说啥了 二哥 你 你 别 别生气啊 别 别生气 这样咱们言归正传回到主题 你刚才既然承诺了给大家 建那个老年公寓 可是没钱拿什么建呢 既然我敢这么说 那我心里就有数 有啥数啊 前段时间咱们说 修天马和大乔的事了 让大家集资 你记不记得 我当然记得 因为这事很多人有意见 不愿集资啊 现在咱们暂停计划 不休大桥 集资建老年公寓 咱们天马山村啊 这个现有村民三百一十二户 人口呢一千二百四十八人 其中六十五岁的以上的老人呢 就八十六人 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二 这其中还有百分之六点多的老人 没有自立能力 再加上一部分这个工厂老人 因此呢 这老人赡养问题 就摆在了我们全村的父老乡亲面前了 这个村会决定修建一栋 功能齐全的老年公寓 来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 让他们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本来呢这笔钱呢 原计划由咱们村里呢 和矿商共同来投资 但是呢 现在我们村这唯一一个经济来源 就是这个钱行矿被封了 就没有钱修建这个老年公寓了 那怎么办呢 经过我们这个村委会这个班子商议啊 这笔钱 这是由我们天马三这个村民 自行筹措来解决了 都在呢 都在呢 找到了 我们在这种方案里 找到了 那就是这种方案里 然后找到了 这种方案里 他们也准备了 一些这种方案里 其实这种方案里 这这个方案里 都在是不在家的 我们买到松青 我们就下找了 我们不在家的 我这种方案里 不灶着 给我 我这种方案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毛 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多 那咱们是按照七十瓶米粥 还是八十个牛 七十瓶 七十瓶啊 好 爸 你喷我一身 那啥玩意呢 就是 就是 花儿 这可听明白了吧 大伙儿愿怯投擦你身上了 你说你又不在那村民会下巴巴 那钱一框能疯吗 钱一框一疯 资讯链是不是就断了吧 资讯链断了 这老年工具就得大伙儿集资 不骂你骂谁吧 哼 我怎么去了 咋不出声了呢 你一会儿我告诉你啊 咱老娘家在天马山村哪 住了这么多年了 就没出现一个像你这样的事 也行了啊 爸还少说两句吧 没看我妈现在都够上火的了 她还知道上火她呀 这家把她们能得的 啥事她都管哪 我的妈呀 村里挖个矿也要管 田春秀啥事她要管 哪件事管明白了 哪件事管明白了 哪 各家客户注意了啊 各家客户注意了 这个村委会啊 从今天开始将挨家挨户的 收取这个老年工具的集资款 分成两个组 一个是邹庆良带一组做会计 另外一个就是苗商喜她带一组 那么呢咱们各家各户啊 都要留人 如果有集市或有什么事情 要及时提前跟我们沟通 提前跟我们沟通 咋交啊 光彩 他没人叫他们交啊 干啥呀这是 他当主任他交啊 这事咋的了 有事啊 就跟你商量商量交集资款的事 交集资款的事 那苗商喜个小算盘 把一家户收的吗 你们找他来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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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交这么多我们也拿不起 我们咋不起呀 我们就想问问八婶 对 这钱哪 就是怎么个交法 你找个交法 你问他知道啥呀 村里有个账 谁交完给开个收据就完了呗 你们快别别来传咱们的了 差点让图抹星人给淹死了都 干啥晚上 就是我们也拿不起 哪有钱交 这不能问八婶是吧 不是 这事我家广财说得对 这一家有一家做法 是吧 该咋交 你们自己颠量办呗 这事我又不能为大家伙做主 是吧 谢花 那你要是不替我们大家出面 那就再没有人替我们大家说话了 是不是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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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来问问 行了 没人说话就没人说话呗 那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枪使啊 拿谁当傻子呢 没有 没有 我还说 你这话说的 那花婶是不是傻子 那村里人不信明镜似的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对 你呀 别总听有些人总说闲话 其实啊 大伙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 要我说呀 咱就今儿把这人把这钱交了 那才让人当傻子给耍了呢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今天来吧 也觉得吧 村友慧他这么干吧 其实就是冲鲜花来的 就是想把咱村民们不满的情绪 全都转移到鲜花身上 村里人啊 现在都看着花身呢 说你们家交 他们就交 要我说呀 就是故意有人在挑事 对 对不对 行了 挑事就挑事吧 俺们认了 你们赶紧走 别耽误干活啊 老师哥 这是 怎么着 情况不容乐观啊 我这跑得口干舌燥 唾沫心的都快干了 一分钱没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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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呢 你那情况怎么样 我这工作水平太差 跑了一上午 一分钱没收上来 你那一分钱没收上来 那可不 你这情况啊 太难办了 不是 钱收不上来 总得有个理由吧 是 这个理由五花八门 有的人呐 你看哈 明明家里有钱 他不愿交 是吧 平时他投资做生意都有钱 你收这个 他就说没钱 还有的人呢 不但不愿交钱 还给咱们要钱呢 为啥呢 要这个千心矿停之前 那段红利 说你那千万那钱给我 我再想办法 我那边 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 老师 是吧 二 二哥 你本家那堂弟梁广涛 他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这个事啊 是因为李千花而起 为啥呢 是他把钱情况弄停的 如果李千花能带头 把这钱交了 他就交这钱 对 我那边也 好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这个集资啊是自愿的 你强托的就不好了 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 既然呢 有这么多人提出来 只要李千花把这钱先交了 大伙就能跟着交 咱们为什么不拿这李千花 作为突破口呢 我觉得这样不好啊 二 二 二哥 没有什么不好 咱们呢 没有任何私心 这个钱收上来 也不是装到咱仨的腰包里 对 完全是为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嘛 那这样吧 咱们去看看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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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停 别干了吧 来来来来 你们两个人先别干了啊 你们这 这没对我做呀 你这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你先放 紧正 我正是跟你说一下啊 根据你们家的实际人口 和承包土地里的数量 以及咱们村这个修建老年公寓的整体预算 你家里应交的集资款 行行行 梁主任 这我话都说了 村里的账啊不弄清楚啊 这个钱我不交 为什么不交 因为交的不明不白 什么 有什么不明不白的 你说出来我听听 这村里有钱不替老百姓办事 让我们老百姓交钱 这有道理吗 村里又没有钱我比你清楚 但是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村里的决定 你必须要服从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天马山村 就得听你梁广发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是吧 不 什么叫独断专行 梁主任是经过全体村民一张张选票 选出来的状态 他现在是代表全体村民行使他应有的权利 所以你如果不交的话 后果可以想一下 广 广泰哥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后果 行啊 咱 咱交 多少钱他交不就完了吗 你交什么交啊你 赶快跟活去 李小花 你到底交还是不交 我再说一遍啊 村里的账目没有弄清楚 这个钱我不交 村里的账目公开了几次了 你没有看到是你的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集资款可要是两码事 是 怎么就两码事啊 都在呢啊 是啊 这村里这都糊弄咱们老百姓的嘛 找个由头就让我们交钱 是吧 对啊 那有啥跟你去啊 那那我去哪 小小小 好了好了 不要想被李仙花的话头鼓过 李仙花我这么跟你说啊 各位 各位 各位啊 建老年公寓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绝不能因为有一两户人家不交 咱就不干了 若干年后你们老两口啊 也得住进养老公寓里 所以大伙全都看着你呢 你不交大伙都不愿意交 是不是啊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你看就你俩不一定 其他都表态了 所以你啊 不要成为集资款的绊脚石 明白吗 好 那今天话也说到这儿了啊 我大伙都听着啊 这个集资款呢 你们每家爱怎么交怎么交 别看着我 我也不是领导 对不对 这个钱呢 我肯定不交 这个钱呢 小花 还有钱呢 还有钱呢 还有那么多钱呢 小花 小花 你这花水里不浪 你刚才这表太不太累了 你 你刚才这表太不对 小花 我跟你说 别拉住我啊 你 好好好 治疗 好啊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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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快快 九二宁 小月 快点 九二宁 小月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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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撞脑子 腿呢还不就走了 林仙我打人了 至于吗 我 你看我就这么轻轻一下子 挺严重的 你那夸了一巴了 多大劲呢 这在气腾呢 我没有多大劲呢 还至于就把脑袋 他都穿成那样了 脑袋撞了 怎么腿还不会走了 姐夫 衣服 姐夫 你同意去吧 姐夫 你同意去吧 姐夫 你同意去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清凉 清凉 这 这 怎么样啊 我这头 现在还有点迷糊 别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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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用手动 那运气好好休息吧 好好休息啊 好好休息啊 好好好 你说我这算不算工伤呢 那你这得算工伤 肯定是工伤 咱们必须找李鲜花算账 你也笨 挺着他老爷们的 你怎么那花盆把你砸住呢 二哥 那花盆砸呢 都属于意外的情况 当时你不这么干行吗 你说咱们村里边 就执行这样的工作 光明正大的是吧 那么多人看他就不交钱 这多没面子 所以我必须先发制人 杀鸡害猴 就这些了吗 对 就这些了 别的还有什么吗 没啥了 你看一下 跟你说的有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就签在这儿 按个手印吧 对 都对 在这儿签啊 对 手印也按这儿 对 好 我可以走了吧 走 不交杀罚款 能随便走吗 啥还得交罚款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我们决定对你进行 罚款两千元 那咋罚那么多钱呢 我们这是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你进行处罚 如果人家告你个 故意杀害罪的 就不是这两千块钱的事了 行 我认了 这 这不是咋子 爸 姑娘 你妈呀派出所给抓走了 是 我听小川说的 那派出所怎么说的呀 还能咋说 交罚款呗 交多少钱呀 两千呢 两千 行 那咱先走吧 不行啊 姑娘 你派出所说了 小算盘专费给咱家出 那你都是留多少钱呀 我就两千多块钱啊 我都是留也有点 这么的 咱先去接我妈去 那些回头再想办法 那走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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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啊 你可把咱家坑苦了 就这点钱 除了给小算盘交周岸费 剩下都给你交罚款 行了 你别在这磨叽一下 没事啊 妈 来 你看啊 你妈她有理了 你看 不是事都过去了 你还老提着是干啥呀 这真行 这 怎么我 我还错了 我还错了啊 走开点啊 你这千错万错去 都说我们就错 这样 你看看我的份啊 你就放过洗手你忙 行吗 我放过她 我咋办 我那损失谁来背 损 损失 啥损失啊 我在咱们村干会议这么多年 是吧 我至少有理有面吧 爸 我头都弄出血了 你说我太掉粪了 我太没面了我 不光是我没面 村委会议也没面 那你说这面子 它值多钱吗你说 那值多钱 我 我也不会算 你不会算 我会算 我是会议啊 医 医药费 住院费 是吧 治疗费 物工费 精神损失费 名誉赔偿费 是吧 这不都是这范围吗 你算多少钱吗 这 多少钱啊 明白吧 明白吧 多 多钱大 大 大月啊 五 五万 八万呢嘛 不是 那么多钱呢 你要干什么 我刚才就分析那么一下 我不能真给他要这么多钱 就算我真给他要这么多钱 你能拿得出来吗 你拿不出来 不是 不是 那你这太多了 我真的拿不出来 你知道呢 你要少喝点 我凑合凑合 我杂关卖铁 我都能给上你 那你太多了 我承受不了啊 行 我 你别着急 做 做 做 也慢慢 就这样 住院费 医疗费 这个你认不 认 物工费 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 咱也别分那么细了 干脆就一个面子损失费 捅成 好不好 你 你 你怎么呢 你表示一下 你就是 这 这都行 一亿钱呢 啥一亿钱呢 我说两万后 一万 一万 行 行 那你这 这脸也太大了 不是 这面子 不是 二哥 我跟你说 谁也不缺这钱 我就想杀杀她媳妇的锐气 我这钱要的时候 我都将来退给的都行 你这样 二哥 我 我 我看你的脸 大巴掌八八千 啥玩意啊 跟我要八千块钱 嘻 妈 小点声行不行啊 这是医院 你虚什么虚啊 医院咋了 医院不能说话呀 他凭什么 给我要八千块钱 面子损失费啊 他有啥面子 这不讹人的嘛 就购买一个小口 住院花了我多少钱呢 还跟我要八千块钱 这不开玩笑的嘛 花儿 你要不给的话 那派人所还得找你 我没有和敦监于 我也不给他 你这人咋不发事大呢 姑娘 你瞅你妈去 你就是的呀 妈 你把钱给他了 把事平了 那不就好了吗 对 我告诉你啊 你们这个钱 谁也不许给他 不给就不给吧 我现在斜了还 小雪 让你久等了啊 没事 我也刚到 我求你办的事 办得怎么样 没办好 我爸都不同意 晚了 还跟我说要断绝 父子关系 把我都气完了都 不就八千块钱吗 至于吗 你爸怎么这样啊 太不近人情了爸 小雪 你别不高兴啊 你说你这一不高兴 我这心里可难受了 其实爸 我爸就是跟你妈较真 要不能不接吗 反正我跟我爸说好了 我梁小翠这辈子 除了你地方选 谁都不去 那也得先把我妈给解脱出来吧 人家都说了 必须得双方协调 而小算盘现在 就要八千块钱面子损失费 我妈这边就死活不给 俩人就这么僵持着 是啊 这 这可咋办呢